欢迎收听修真世界第116回 左末天赋再出色 也不过是一位筑基修者 一些高级的变化超出了他理解的范畴 他是不可能学会的 但是大朕一些更基础更低级的变化 对他而言呢 无疑更具有价值 建议亦是如此 没有更好的只有更合适的 朕中无岁月 他也浑然忘却了时间 他就像是掉进了一个宝库 有太多的宝藏 等着他去发现 去挖掘 他沉迷其中 乐此不疲 左末赤裸上身 环顾之间是目光惨然 他看着不远处的那只梨龙 梨龙依然傲然 身上光泽呢 要比之前暗淡了许多 忽然之间 左末心中生出了几分不舍 大半年间整日间与他为伴 虽然明知他不是活物 左末心中还是有些不舍 今天他决定把这段时间所有的心得呀 好好的整理总结一番 也该到了要出阵的时候了 如今左末所立的生地 从之前的方圆三丈 扩大到方圆十丈 这也是左末 利用领悟出来的阵法 加以改造而成的 决定要总结 左末反而不及 他盘膝入定 浑然忘我 不知道过了多久 他睁开了眼睛 眼中的神采 比之前的更胜一分 滴水剑 搁在面前 他陷入了沉思 半年时间 无空剑门变化之大 令人瞠目结舌 如今的无空剑门 已经成为了东福最大的门派 几乎囊括吸纳了东福绝大多数门派 而他呢 也跻身天越界第三大门派 俨然成为了新的门派豪强 三个月前 伟胜出关 罗黎呢 也从剑洞中出来 两人的加入 让无空剑门的战斗力 更是猛胀 他们并跟着心炎四处厮杀 无空剑门的势力 以惊人的速度 在迅速的扩张着 整个天越界的目光 都在关注着这个新崛起的门派 若是放在以前 无空剑门的行径会引起绝大的反弹 许多门派都会出面干涉 而现在呢 大家都只是关注 没有人干涉 是源自一个消息 独天血界崩坏的消息 像长了翅膀似的 以惊人的速度传遍了天越界 一些小门派纷纷主动的加入无空剑门 大树底下 好乘凉啊 不管怎么说 这无空剑门可是有四位金丹高手 新岩带着两位弟子在外征战 岩乐则不断的 在与其他大门派之间来往穿梭 表达无空剑门的善意和尊重 同仇全局的裴元然忙的是昏天暗地 人师凤荣呢 也不得不从的单房里边出来帮助裴元然 就在此时啊 无空山后山忽然亮起了漫天光滑 独自走在山路上 沿途没有见到其他人 一直走到山路路口才看到有四位弟子 只是这四位弟子左末居然一位都不认识 更让他吃惊的是 四位弟子清一色的都是住机器 其中有一位比他的修为还要深厚 这些人是什么人啊 怎么跑到本门后山来了 左末暗自戒备 四位弟子见到左末的时候 先是一愣 旋即连忙齐齐行李 后中喊道 见过左师兄 啊 左师兄 难道是本门最近收的弟子吗 左末心中疑惑 不动声色地问道 各位 面生得很啊 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加入我无空见门的呀 四个人中 修为最深厚者上前一步 弓手说道 我等原是威贱门弟子 两个月前正式加入本门 受掌门之命守卫后山 左末一听这话 心头雾水更重了 你们是威贱门弟子 怎么想到加入本门了 四个人相视一笑 为首那个人解释着说 师兄闭关 本门巨变可能还未曾得知 不关是威贱门啊 东府一带近乎一半的门派 都纳入本门范围之内了 左末听的是目瞪口呆啊 四个人呢 见左末发呆 也不敢惊扰 别看大家修为相差不大 可地位相差可就悬殊了 掌门并不认人为亲 但是 原无空见门弟子 地位水掌船高 却是无法避免的 更何况 左末还不是一般的 原无空弟子 他可是核心弟子之一 据那些原无空见门弟子们说呀 左末的地位 甚至在罗黎师兄之上 他们哪敢怠慢呢 东福事件会上 左末出尽了风头 招牌僵尸脸令人印象深刻 四人一见便认了出来 他们此时才恍然大悟 原来后山是左末的闭关之地 他们从派到这开始便一直心存好奇 这后山究竟有什么玄虚呢 掌门居然派他们四个人来守卫 而每过一段时间 李英凤大师姐呢 便会来一趟 却会莫如深 从来不提 话音未落 无数道见光 从四面八方飞来 为首的赫然是掌门 裴元然和石凤荣 左末出阵的光芒 惊动了整个无空山 裴元然见到左末 眉头不觉地皱了一皱 但是旋即恢复如常啊 他身旁的石凤荣脸上 却露出由衷的喜色 所谓后山的四个人 见到裴元然和石凤荣 顿时大惊 连忙行礼 四个人心中呢 也不由崇心 这判断掌门他们 对左末的重视程度 你终于出关了 不错呀 你师父可等着着急万分了 裴元然温和地笑道 出来就好 师凤荣心中对左末 这个充满天赋 又极让人头疼的弟子 是十分的喜爱的 话一出口呢 这眼眶变红了 左末鼻子一酸 心中感动 认认真真 规规矩矩地行了一礼 师父和左末聊了一会儿天 掌门便离开了 他有太多的事情需要办理 师凤荣则陪着左末回他的西风小院 刚走到了谷口 一团白影便撞入了左末怀中 左末一时不防 被撞得一个猎气 哎呀 傻鸟 傻鸟用头啊 在他怀中拱来拱去 左末骂道 你这傻东西 心中却是一暖啊 西风小院和以前一样 没有什么区别 平时应该呢 是有人打理的 似乎看出了左末的疑惑 师凤荣微笑着说 刚开始那段时间呢 小果天天来打理 后来小果为派到了天音城之后 便派了几位外门弟子来打理 想起那张怯怯的苹果脸 左末心中有些怅然 小果境况如何呀 师凤荣对自己的另一位弟子显然十分的满意 小果天赋虽然说不如你们几个 但是啊 极其刻苦 加上这半年本门扩张得快 各种物资呢 也大为的丰富 他进阶飞速啊 离宁脉期已经不远了 掌门觉得他需要好好的历练一半 便把他派去掌管天音城了 大师兄 罗黎师兄呢 左末不又问道 你大师兄和罗黎师兄啊 一开始是跟着你二师伯的 后来啊 为了加快速度 他们各领一些师弟 兵分两路 可惜不知道你今日出阵 否则的话 李英凤的丫头肯定会迟几天再走的 你严勒师伯那需要人帮忙 把你李英凤师姐喊去了 左末心中更为怅然 谁也没想到 就在大阵里边待了半年 出来之后 竟是物是人非了 我们扩张得这么厉害 左末忍不住问 那其他门派没有干涉吗 并不是只有我们扩张 这半年来啊 大家都在扩张 施凤荣的脸上 多了几分优色 都天穴界的情况 可是越来越糟糕了 现在是人形惶惶的 这个时候 有能力的门派都在扩张 只有把力量集中起来 才可能有一线生机 天月界 离都天穴界并不远 大家都着急 特别这个时候 自然需要特别手段 心慈手软 那可要不得 掌门现在只希望 能在坏消息传来之前 整合完毕 情况这么糟糕 左末大吃一惊啊 是啊 施凤荣脸上呢 优色更重 他犹豫了一下 但还是开口说 本来你刚出阵 应该好好地休息一下 但是呢 现在情形严峻 有些话我不得不对你说呀 你莫要懈怠 今时不同往日 本来如今呢 光亲丹期就有七人 门下宁脉期弟子三十人 筑基期弟子 约有两百余人 左末隐约知道 师父要说什么 但不知道为什么 他的心中呢 是十分的平静 本门虽然扩张得太快 虽说这也是无奈之举 但隐患不少啊 门内也没有以前和睦了 说到这里啊 他也不禁叹息一声 唉 你要好好努力 早日宁脉呀 弟子明白 左末也知道师父是为了自己好 师凤容又交代叮嘱了一番 这才离去 夜色如水 左末坐在房顶上 身边摆的音龟 音龟的声音依旧 傻鸟立在一旁 他似乎能感受到 左末的情绪 也不说话了 狐妖从上次入定之后 便一动不动 好在石海中 火海没什么变化 墓碑呢 也没有什么变化 坐在墓碑上的狐妖 也没什么变化 狐妖入定 大师兄 罗黎师兄 小果他们都不在 坐在屋顶 看着天空 天空中的见光 比以前多了数十倍啊 来来往往 好不热闹 然而这一番繁荣的景象 却让左末觉得很陌生 很冷清 忽然 有什么在扯他的衣角 转过脸 发现是傻鸟 怎么了 傻鸟 傻鸟扑腾扑腾的飞下了屋顶 嗯 左末的目光 落在了傻鸟站立的方向 那不是地下石室的入口吗 石室的入口 左末一直小心地隐藏着 还特意地布下了幻阵 竟然没被人发现 左末忽然来了几分兴致 一矮身 钻进了石室 一进去啊 一股潮湿阴冷之气 便扑面而来 扫视石室 左末忽然露出了惊喜之色 黑金虫 那黑金虫呢 也发现了左末 化作了一道黑光 飞到了左末的肩上 看到了这个小家伙 左末心情大好 就像看到了老伙伴一样啊 他这才想起来 黑金虫呢 一直喜欢待在石室的那节灵脉处 自己早就把它给遗忘了 把黑金虫放入掌中 细看之下 左末更加的惊喜 黑金虫比以前品阶明显更高 也更具灵性 这家伙 这又是吃了什么呀 当他的目光 落在了坑坑洼洼的灵脉上的时候 才恍然大悟 果然呐 等他走到灵脉的位置 那里呢 已经感觉不到任何的灵气 地上有一个小洞 急身呐 左末用神识探测了一番 起码有几十丈身 肯定是黑金虫搞的鬼 灵泉内 孕育的丹药 也估计早入着小家伙的肚子里边了 看不出来呀 呵 你倒是挺有能耐的嘛 左末笑着黑金虫 带着黑金虫走出了时事 琢磨心情顿时 好了不少 吴公堂 裴元然和施凤荣两人呢 正在商议事情 裴元然笑着说 刚才接到三十地的飞剑传书 好消息啊 星湖剑门 已经同意把荒木娇 让给我们了 施凤荣脸上 不由站出了一丝喜色 如此是好啊 荒木娇 在通往小山界的界河旁 我们也多了一条退路 不过 这星湖剑门 要什么条件呀 他们要魁城 我答应了 魁城对我们的用处不大 能换来荒木娇 划算啊 裴元然断然地说道 施凤荣连连点头 我打算让左末去荒木娇 为什么 施凤荣猛地站起了身 一脸的怒容 那左末可刚刚出阵啊 你就把他派到那么荒野的地方 荒木娇有多荒芜 我们当年走过 我清纯得很 我可不同意啊 裴元然无奈地皱了皱眉头 另一只手对施凤荣示意 我说 你先别着急嘛 听我把话说完啊 施凤荣冷哼了一声 不说话了 对于自己的这位师妹 裴元然也有些无可奈何呀 荒木娇虽然很艰苦 但是他对我们有多重要 师妹也清楚 否则的话 哪里需要三十弟亲自跑一趟 新湖见门呢 这样的药地 不在自己人手上究竟是不放心 伟胜他们都有任务在身 你说 我还能派谁去啊 裴元然一摊手 我反问施凤荣 施凤荣冷笑着 哼 行了吧 少拿那些冠冕堂皇的借口说事了 你不就是看左墨没有宁脉 建议没有建议新转的境界吗 这件事 我是绝对不会同意的啊 裴元然露出了苦笑 你让我说什么好啊 你把左墨留在门中 就是对他好吗 门派现在什么情况 你又不是不知道 我们哪有时间去护着他呀 你有吗 没有 我更没有 伟胜他们又不在 没人帮他 对他有利吗 施凤荣脸色稍缓 这个时候 裴元然看了看他 继续耐心的说 这荒木胶啊 虽然说偏僻荒凉 但是很安全啊 他在我们后方 是我们的后路 左墨去那里 虽然说会吃些苦头 但是琴马性命无忧啊 如果情况真的糟糕 要撤离的话 我们肯定要走荒木胶 到那个时候 除了保住性命 你还奢求什么呀 施凤荣听到这儿 他不说话了 他知道掌门师兄啊 说的有道理 挣扎了半天 他这才抬起了头 咬牙说 在物资人手上 不能断了他 好 裴元然 爽快地答应了 一位师弟 指着前方 兴奋地说 师兄 前方就是荒木胶了 左墨点点头 他急目远望 一座孤岛出现在远处 众人呢 都有一些兴奋 连续飞行了两个月 有余了 终于快到目的地了 众人呢 不禁长出了一口气 看到荒木胶 左墨也明白过来了 为什么门派对一个如此荒凉之地这么感兴趣 荒木胶啊 位于在汪洋深处 借河之盼 如果想到小山界这里是必经之路 而汪洋无边 需长途飞行 飞至此 便已经是精疲力尽 荒木胶地理位置的重要性 便凸显无疑 在此可以得到适当的修整 养精蓄锐 为渡界河做准备 若不是星湖界门 离此处几乎要横跨整个天月界 他们拥有好几条界河 荒木胶如此重要的据点 他们是断然不会放弃 但即使如此 门派呢 也定然会付出绝大的代价 只是这地方 也太荒凉了一点吧 越飞越近 待整座岛的全貌收入眼中 琢磨心中不由感慨到 他对派来荒木胶不仅没有怨言 反而乐意的很 门内气氛不合 而他相熟的师兄师妹们都不在 不如离去 荒木胶虽然偏僻荒凉 但是天高地远 门内纷争 也牵扯不到这么远的地方 乐得个逍遥啊 正在这个时候 忽然岛内飞出了几位修者 其中一个人喊道 来者可是无空见为师兄 正是 左墨行李说道 他正准备拿出信物 没想到对方却率先笑了摆了摆手 哎呀 左兄弟亲自前来 这信物嘛 也就不需要查了 左墨听到这儿有些意外 怎么 师兄 认识我吗 欲知后事如何 欢迎各位继续观众收听 修真世界第117回 天天一远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